好,这个位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因为之前我们要多出针来做什么呢 要做它的前后边缘的这个位置 因为你是片状知道吗 要在边缘的位置啊,形成相同的这个边缘效果 要对称呢,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本身应该起210针 但是你起210针,你起始是完整的 但是你那个位置啊,所有的花呢 你单元花是正确的 但是你少了2针,2针不对称了嘛 所以在前后边缘缘的时候啊 第一啊,在它缘的时候 可以给它多取针缘合 你就不取60针啊,你取61针 前后刻61针啊,这样给它能够缘合上 我就再给大家解释这 丢出这2针是从而来的 你想以出杂质为主 出版社是非常明镜的 如果你实际上出现这个问题 整个稿子就会被打回来 所以我们会对这方面呢 非常非常的注意的啊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块有疑问 也给大家讲解清楚 所以大家已经明白了啊 首先第一你可以把它缝在这儿 第二,如果你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环节 你发现合圈之后 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单元花 循环着向上的这种状态 那么你看帧数多了就把它剪掉 只好形成90针 因为它一份单元花是十五针 明白了吧 让它一份单元花的形式来呈现啊 实际上刚刚这位置 也给广大的这个编针爱好者提了一个形 我们在织毛液的过程当中 第一要注意编针 两次编针要对称 第二 如果编针的过程当中啊 出现这种问题 要在固定的位置或者是分散的位置 做出帧数的第二次调整 大家理解了是不是 就是好现在啊 大家理解了啊 这两个针再把你是前后六十一 再把你在这给它剪去这两个针啊 不知道可不不这儿剪 给它分开来剪 明白了吗 再次调整 调整成跟之前一样的花门走向 然后向上给它直桌高呢 十五厘米 就是从你肩头缝过的位置 向上一共十五厘米的位置 好了 往后之后 我们可以收一个松整点收啊 收一个平边 其实完全可以收机器边啊 要按照传统的常规的来说 因为你要套脖子嘛 要不然套不进来 但是你整体的部分啊都非常整齐 用机器边的话 都会参差不齐的效果 所以啊 我们就把它收了一个平边 相对来讲收的不是特别紧 所以这个地方啊 也是非常的舒适啊 好了 主体部分完成了 好 还记得我们之前 前后间它缝合这个位置 在右侧吗 好 这个位置 同学们注意 我们要在它的这一片 因为这时候有两片 已经对折在一起了啊 这时候我们要在它 这个位置高度 十三厘米的高度 对面十三 对面也是十三啊 我们做什么呢 要给它环形的挑出来 多少针分 四十针 你们注意啊 我们支所有的位置的时候 如果我不特意讲 我们所有的边缘部分 都要每一行都支 不要挑下第一针 从第二针开始支 那是不可以的啊 如果那样你的边缘部分的 舒展度就不够 因为你涉及到第二次的挑针 明白这意思了吧 如果你要是第一针 挑下不支 从第二针 你的整体这个位置 你想到一针就一厘米长 和线没有了 你的线不够 肯定要弹性也不够啊 对不对 有微的方啊 所以这个地方啊 边针每一针都支 这样也方便于一会儿的 这四十针的挑支啊 不论这十三厘米的长度 这个范围之内 它有多少个针套 都给它挑出来 然后我们第二行的时候 再给它简直啊 四十针 大家能明白这意思了吧 好了 将这四十针 我们幻型的向下 遮双脑纹 多高呢 三十厘米 好了 你的整个袖的部分 就完成了 你收的是 说你的机器边啊 正针收短针 反针收正针 就这样一个花纹效果啊 你瞧这花纹 如果这样在脖子那儿 就不好看了 对不对 在袖子里面 它本身那儿是螺纹嘛 好了 这个时候 还记得吗 我们起针的这个位置 给大家拉上来看啊 这儿呢 袖子 起针的位置 之前我给大家说过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只剩下212针 总针数的 一半 对不对 啊 你要给它 折在一起的啊 因为只要你前后肩头缝后的时候 整个袖子就 整个大片都可以折在一起了 好吧 这位置 注意了啊 这位置 是你整个的 另外一个袖子的所有的针数 这位置 依然 这是你起针的位置啊 同学们 依然就在它13厘米的宽度的位置啊 我们要给它挑出多少 依然是挑出40帧来 第二横 给它 如果你没 你肯定挑的多啊 如果 多了的话 第二横给它 均匀的减到40帧啊 然后 叶子至30厘米的啊 这样的双方膜啊 就和手机这边完成了 对不对 但是 还有一个小细节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在你们这位置的下方 你看 看到了吗 有这么一部分啊 长度在15厘米 的高度 我们要给它这套缝合 哈哈 明白了吗 就是一个是你起针的地方 一个是你 另外一个是你起针的地方啊 铺回来 就你这个袖子的 13厘米的这边 你得找出15厘米啊 给它两头缝合上 从内部缝啊 从这儿 看到了吗 是内部缝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给它说一下 因为我们是给 亚洲标准身形的女性啊 那么65体重 88的95厘米之间的模特儿 来设计的所谓的款式出 编织图书和杂志 但是我们是普通人啊 对不对 我们普通人的身形 如果 你希望它更宽松一点 穿着更随意一点 可以怎样呢 对位置啊 你甚至低 你可以不缝 但是如果不缝的话 对位置会有点坠的话啊 你只是把这个位置前后 加过就行了 只在这儿 一厘米的位置给它缝好 那么整体感觉呢 也是很赞的啊 或者说你想缝 明白了吗 我原来缝了13厘米 你完全可以只缝5 或者只缝了一点点啊 就可以不用给它 留这么小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大家记住了吗 也就是这样 能够让它整体穿上去更加的宽松啊 然后我们再说 另外的这一侧 还记得我们这边的袖子吗 就看开始 我们这个袖子啊 就这儿 是我们前后这层缝合的织缝的位置啊 再看一下边啊 我们也可以给它找出15厘米的长度来 只给它缝15 也缝20 也行 怎样都行 主要是根据大家的身形 和对决款作品的要求来自己设定 明白了吗 来了 这部分缝的可是你的侧面啊 就是你向上编织的这个整体部分的侧边这儿 把它缝上就行了 这一定要理你自己计定 好了 这款作品 非常的有创意 装上以后 非常的不同 织法 你已经看到了 非常的简单 针法 已经向大家描述的极其清楚了 这款如果大家喜欢 每个人都能织成 而且不挑身材 只要是 在组的支持上 稍有增减 大家都能够制成一件啊 自己特别新衣的衣服 如果想要我帮你设计的话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 编织大学圈 你要进入 这是一个VIP的圈子啊 进入之后 要联络我一下 你每天啊 跟我的这些联络 我都会 及时主动的跟你保持一个 非常非常通畅的一个交往啊 感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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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